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利米书 第十二章 耶和华啊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型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你栽培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长大 而且结果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 耶和华啊 你晓得我 看见我 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仔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这地悲哀 通国的青草枯干 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耶和华说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绝泪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在越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带你 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 虽像你说好话 你也不要信他们 我离了我的殿语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向我 如林中的狮子 他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恶他 我的产业向我 岂如斑点的智鸟呢 智鸟起在他四围 攻击他呢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吧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使地荒凉 地际荒凉 便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 因无人介意 灭命的 都来到旷野中 一切静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 从地这边 直到地那边 进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 都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收的是荆棘 劳劳苦苦 却毫无益处 因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 耶和华如此说 一切恶灵 就是占据我 使百姓以色列 所承受产业的 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由大家 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我拔出他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 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他们若因勤 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 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 叫我百姓 指着巴力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 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 我必拔出那国 拔出而且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先知 表达了他对恶人的 愤怒和不解 但天父却回应他说 你若与不行的人同跑 尚且绝泪 怎能与马赛跑呢 这句话显然是在激励耶利米 希望他能明白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未来还有比亚拿图事件 更大更难的挑战 亲爱的朋友 相信天父会这样告诉耶利米 一方面是因为 他明白耶利米的性格特质 需要怎样的激励方法 另一方面是因为 天父一直都与耶利米同在 他希望耶利米也能牢牢记住这一点 进而专注在恩典上 而不是困难上 让我们也鼻子鼓励 不管目前的处境有多困难 又或是未来有多挑战 别忘了 天父始终都与你同在 相信当我们专注在恩典之上 我们就满有能力 足以胜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刚强壮胆的心 专注在你身上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恩典满满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